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被弹劾的南韓總統鵬緊慧 在星期日與記者進行刊見會面 他否認與他的長期朋友 吹信實互相勾結 向南韓企業集團 敲榨金錢和得到好處的指控 今次是自從鵬緊慧被國會 在12月9日彈劾之後 他首次對新聞界發表公開評論 鵬緊慧向被預先選定的記者 對他的指控是虛構 他完全被誣衊 南韓總理王教安在鵬緊慧被彈劾之後 執掌政府 吹信實被指控秘密利用 他與鵬緊慧的密切關係 威逼南韓企業集團 捐贈近6500萬美元 給兩個身份可疑的基金會 同時透過與朋友擁有的公司 簽訂合同收集資金和利益 南韓協法院正審查這宗彈劾案 有關法律程序可能需要長達6個月的時間 如果法院維持彈劾案成立 新的南韓總統大選日期 將會在宣布裁決後2個月內作出 從今一路在7月中 於是 會訮л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